布辰 港超元赛会杯 有冰准流浪对着东方 贵君战利的这场在旺角大球场 冰准流浪这边正选 焦点当然落在16号的欧阳要冲身上 新穿白色保护他就是东方 路比路了他赛前都说了 会尽量选担给年轻球员上阵 讓他們有很多經驗 開球這邊攻勢來自B中流浪的角球機會 頂到門前的位置盧美菲雅 這下其實跳頂他不算面對龍門 就被今天東方的門將麥加倫負走 接下來就看到拼到12馬的機會 B中流浪神田夢室衝到禁區裡面 就拼到林芊宇從後而來的推跌 看這球球 好,神田夢室和尼亞利亞的前鋒盧美菲雅做了一個撞場 進去禁區裡面拼到12馬 處理這個12馬的就是歐陽耀聰 勁射中路的位置 東方的年輕門將麥加倫也捉錯路了 今天有正選,有入球 球迷也不斷在比賽裡面叫著他的名字 相信他也是滿意的 好,接下來 東方在後場犯錯 這下就是盧美菲雅 給了一隻歐聰,一撇過來 盧君宜放在尾柱的位置 盧美菲雅第二場比賽,第二個入球 就放在尾柱的踢入 其實很巧妙 巧妙在於歐聰那一刻 他不用看的 一撇過來就能給到君宜了 然後肯去美柱 順勢盧美菲雅可以在這裡搞定 領先到2比0 東方這邊要靠角球攻勢來自和浩宜的頭鎚 可惜這個球還是中尾 基本上東方勝場 最具威脅就是這個攻勢 完成上本場之後 就標準流浪領先2比0 然後去到下半場 東方這邊也有很多換人調動 也有很多年輕球員可以上陣 攻勢繼續來自標準流浪 這邊見到就是梁凱俊 接到陳耀祖的傳球之後 直接起腳射門 射到一個尾柱的位置 這個時候替球隊領先到3比0 也鎖定了這個比數 就能贏得這一場的貴軍戰